兄弟姐妹一样 真的是下午绅士充满了整两巴士的 每一天都是那么开心的 那么在这里我想我们的Mr.Chong是最开心的 因为Mr.Chong真的这两天里面见到了一个干米尔 他的干米尔上车下车都很小心很体贴的 哎呀扶着他上车了哎呀又看他有没有吃的饱他就够了 哎呦真的是他最最喜欢的了Mr.Chong 那我们也不差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大家每一个都很丑陋很参疑也很听话 每一个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唱歌就唱歌 受罚就受罚哎呀真的是啊 我觉得这么久以来啊这么多团队啊这么多旅行团啊 我觉得真的这一次是最开心的 给你们自己一个爱他欢迎 一二七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大家这样开心吗 啊这是其中一个一点点原因啊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是因为我们这里有我们的这一个 这两车的灵魂人物 P.D.Susan 还有P.D.D.Niko 他们两位在这带领和这一个啊 这一个怎么样 带队啊 就是领导着我们啊在这里这两车上啊 真的令到我们很开心 来我们给他们两位一个爱他欢迎 一二七 再来呢也有我们的Alessie哥哥了 谢谢 Alessie哥哥呢也啊真的是给我们啊 富得很周到啦 照顾得我们很好 谢谢 恩友我们的这一位啊我们的Sonia姐姐 Sonia姐姐啊 哇讲的实在是太 很仔细的啊 很仔细的啊 为我们整个行程啊每一个景点讲的那么的详细 那么仔细啊 那我们也增淡了很多的见闻 那他的甜美的歌声啊也让我们啊真的是怎么样讲 聊亮三周啊 蛤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给我们笑点姐姐一个掌声 那这中的我们的这个司机的师傅啊 哇真的是把我们啊载到那么这几天里面都给我们很安全啊 这一个啊下手啊 让我们玩的非常的愉快对不对 给我们师傅一个掌声吧 谢谢 这三天果然是很开心 那回去了之后呢 我们大 那回去了之后呢 我们应该有更大的目标 对不对 我们不想只能去吃饭了 对 我们不想一位子啊 只是在一起我哥啊 拜拜 塞油妈妈哦 都不想见哦 我们要不要说啊 要继续的 能够啊 在爱靠所有的旅行 团里面啊 都能够在一起游玩 对不对 啊这次 玩的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目的 最重要这是回去 我们要想 想尽办法 如何让我们 能够在接下来 爱靠无数的LEFT团里面 能够继续的带来 带更多的人来 在这里 我想大家 都应该 心里面有一个计划了吧 对不对 对 你们想不想再来 要 你们想再来的话 应该要做些什么东西呢 行动 所谓的行动 欸对 很多人都会讲行动 那 什么叫做行动 要怎样的行动才能够来 我写字了 所以在这里我想 争大家三计 只是三计 不了哈 要多都没有了哈 那讲了这三计之后 你如果真的不明白的话 回去问上线 哈哈哈 再不明白的话 再问你的上上线 哈哈哈 再不明白的话 再问老大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想 每一个都 希望 能够在艾康成功 能够在我们的这一个 接下来的北京和蒙古 内蒙古这个团 希望能够带更多的团友 同派一起来 所以在回去之后 我想大家 在艾康的事业里面 应该要抱着一个态度就是 要非常的起立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行动 很像讲行动行动 我要去行动 但是 记得下来 有好多好多的借口理由 我很忙哦 我没有时间哦 我要 你看你看你看 是不是 我一讲的时候 就很多理由了 你知道吗 准准啊 哈哈哈 你 准准啊 哈哈哈 你招呼担心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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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孤孙哦 哈哈哈 我不是一个孙哦 我有七个孙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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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八个孙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还不要紧哦 你看有一些人说 我要做生意哦 我从早到晚啊 我要顾着我的天哦 哈哈 哈哈 我叫麦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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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 我就记得他提醒我 你叫我讲一下 哈哈哈 啊 那有些人说 我做工很忙哦 我做工忙到哦 哎呦我真的是啊 休息的时间都不够哦 我怎样做哦 啊 所以很多人说 我行动我要行动 但是哦 我不够时间 我很想要 有些人说 我要载孩子哦 我要做工哦 我要付家庭哦 我以孩子为重的 你知道吗 要考试你哦 哈哈哈哈 要考试你哦 我要在家里陪孩子 所以你看哦 哈哈哈哈 啊 啊放家说哦 好不容易等 等到啊年尾啊 Christmas 他放家的时候哦 哇有时间咯 这个时候应该做咯 他又说了 不可以 我要陪孩子去度假 去旅行 真的太多太多的理由 太多太多的借口 听到我们每一个人啊 行动 口讲要行动罢了 心里面要行动罢了 就是脚不动手不动 口讲不了咯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就是我所谓要讲的哈 要很要很清理 所以清理就是 如何把你 可以挪出来的时间 牺牲一些时间罢了 其实要讲起来是很长篇八轮的 在这里又很少时间哦 啊 不过只是这样待过了哈 尽量的把你能够坑荡的一些时间 啊 你跟孩子就是啊 不需要每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的 对不对 因为你每一天啊 24小时跟孩子在一起 你孩子会觉得你很烦 好像瓦吉这样 我有一些自由 啊 都会觉得啊 整天对着你啊 熊变狗熊 所以有告诉你啊 很多时候啊 孩子呢觉得母亲啊 哎呦 啰啰啰啰啰 啰啰啰 反正你 讲的话都不停的 你知道吗 反正你给他这个时间啊 比较珍贵的 比较少一点 他觉得很真心 哇 母亲在家里是在太好了 反正她有这种感觉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哈 我们身为父母的哈 可以的话呢 应该给孩子一点空间 当你给他一点空间 那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出来做了 啊 还有就是 啊 我们的八姑爹老板娘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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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要调整回来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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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讲平衡啊 都要平衡啊 给孩子的时间要平衡啊 做艾康的时间要平衡 做艾康的时间要平衡 平衡一些哈 要平衡啊 什么都要平衡啊 对对对 也要讲 quality的啊 不是quandity啊 哎我们的安底安格 不会听的这句话啊 要讲住啊 不是讲量的 你知道吗 OK 其实呢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啊 都能够啊 自己去规划时间 所以很多人说来到艾康 他学会了如何规划时间 从没有时间到有时间 就好像CC 他也是说他很忙的啊 为什么每一次的train 他都能够拿来呢 还有我们在这里 几乎每一个人都很忙的啊 为什么今天大家能够在艾康 做到某一个之位 而且每一次的move campaign 都能够来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懂得 如何去应用时间 掌控时间 把时间啊 做到一些更有意义的 更有价值的东西出来 对不对 现在真的是 每一个人回去啊 不懂得规划时间啊 快快找你的上线 上线 我今天一定要在艾康重工 你教我怎样 从一个小时 变到有五个小时 来做艾康 肯定可以的 在这里 我真的没有时间 讲那么多 改天有时间 有机会才能讲个科了 好 那么除了要情力之外呢 我们还要很听话 情力听话 听谁的话 叫你做什么 对 对了 不是听了一个 带你进来 让你啊 自身自便 让你自由活动 自由发展的上线的话 那个话 你不可以听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做的 那你要听谁的话 你真正成功 有行动 而且 他们今天很丰富的上线的话 你必须要找对人 要听他们的话 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不要给他多多借口了 叫你做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啦 我真的不能哦 我倒不会骂我的 我的孩子在家里哦 你不能不看他们的 哪里听话 叫他上课 他想没有时间 叫他开会 他想他很忙 他抽不到时间出来 叫他参加三天两月的活动 我肯定能够帮助你啊 成长的 他说不能哦 我照顾在家里 我不能来上课斗哦 所以 我听话咯 你看 所有的一些 能够牺牲时间出来的 能够真正来参与公司的活动 公司的会议 公司的workshop 还有听上线的话 这些人呢 你看看他们 你注意一下啦 他们的组织真的是 越来越大的 看着他们组织一直在成长的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人家能够成功 为什么我们一直是在这样的阶级 只是 每一次自己有来认别人 自己一个人来 为什么带不到人来 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不够听话 不听话的人就是 不感恩的人 对不对 不感恩的人就是 不会珍惜 会珍惜上线保贵的时间 会珍惜我们公司 给你们这么多的资源 卸助 其实 公司也好 上线也好 上上线也好 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成功的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去珍惜 去掌握 去把握着艾航这个机会 那我们就有机会成功 因为我们听话 是我们上线特别疼我们 你看你家里的孩子 哪一个听话你是特别疼他 不听话 看起来的点心会怎样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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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其實 講一講的是真的 我們要更疼 但是這疼有時疼不出我們應該更疼他的 對 一個方法 但是這愛疼就不同 为什么 因为爱康我们每天多时间赛跑 我们每一天都要争取时间 如果我们把时间停留在那些 很叛念又不停话的人的身上的话 就跟着他一样 就停留在那边罢了 家里的孩子不一样 家里的孩子不停话的 我们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当然会很那么停话的 不停话的也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教 一定要教 教到他听话 对不对 教到他能够真的变成一个很好的平行的人 但是在爱康我们不允许 花费这么多时间 连一些不停话的 割立了割立了之后 他还是在我们的组织 但是我们不可能能够放这么多的精密时间去栽培他 因为他不停话了 所以在我们的理念里面就是 今天你要拉留上述容易 还是人家给你一个手 你要帮他上来容易的 哪一个容易 大家一起配合的 给我一个手的 我拉你上来比较容易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真的每一个人要成功的秘诀就是 你一定要听你上线的话 你上上线的话 公司的话 公司的话 系统的话 怎么认真你做一个肯根的人 一直有机会成功 那么还有第三个 第三样 你要好付出 要听话 要勤力 还要付出 所谓的付出是什么呢 牺牲哦 你要牺牲一些享受啊 你要牺牲一些疲惫的时间啊 可能你要牺牲一些跟你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啊 你看在爱康哦 很多人都有孩子都有家庭的 但是呢 他们不能够每一时刻都在家里 他们很多时候呢 都把自己的孩子安顿好了之后 然后自己出来去打拼的 有没有 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人 他们过去的时间里面 刚开始在做爱康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这个阶段的 但是我们时常讲 我们宁可要辛苦一阵子 我们要幸福一辈子 对不对 所谓辛苦一阵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三五年的时间 这三五年的时间 你牺牲一些享受 牺牲一些愉乐 牺牲一些休息的时间 牺牲一些跟你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三五年的时间罢了 你就能够啊 幸福一辈子 那要三五年的时间 真正的来打拼 你真正的来建立起自己的爱康组织 那么以后呢 你就能够通过这个组织的网络 带给你源源不断的收入 那你就能够幸福一辈子了 就好像我们来 Jang 你看今天 他不需要在啊 这个巴萨 摆档 卖烧猪肉 你看我的立柱 以前是车移的 如果他没有进入爱康的话 到现在可能还在车移 对吗 你看我们很多美容师 今天这里很多美容师 如果不是加入爱康的话 他们没有这样舒服的 一年能够来两次的旅行 然后呢 反过来 他们是每一天都要坐在美容院 很顾客 然后就顾客洗一年 今天已经是 已经到了老花园的这个年龄 还要这样按按按 看那个人 对不对 很多我们这里的家庭主妇的 我们的伙伴们 他们如果不是在爱康 今天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很自卑的人 在家里呢 讲话的这个权力都没有 也没有这样的地位身份 有没有 但是今天在爱康 他们有了自己的这一个经验 有一个农历 能够自强不信 他们能够协助家庭 能够帮助家里 然后他们也可以帮助社会很多很多需要协助的人 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说是在社会上是一个有用的人 对不对 那有用的人是什么人 就是成功的人咯 那你不是也讲了吗 有用的人就是成功的人吗 所以各位 今天在这里呢 我只是争大家三句话而已 就是要什么 情力 还有 听话 听话 还有 提升 付出 对吧 如果大家真的能够跟着这三句话去做的话 时时刻刻在反省自己 有没有做到我所讲的这些东西 那你在爱康呢 你就有机会能够跟上大队 能够建立一个堂大的组织 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们大家不要自己做自己的 现在爱康所推出的奥马里诺 固然是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发展得更快 因为美的这个产品 可以说是 呃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东西 那除了这个之外 爱康非常的伟大 为什么呢 因为爱康所赚的钱呢 都不是白赚的 那爱康所赚的钱 都很多时候都拿出了 来协助我们做得更快 比如我们这一个月 我们有着什么 incentive 什么 incentive hash hash 什么叫hash 知道吗 啊不知道 home appliances 啊 home appliances有什么产品啊 k series 还有biosafe 我们有什么好处 我们做6000可以得到多少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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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哈哈哈哈 在这里的宣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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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还没有看 ok 如果我们做到 水机 啊也好 啊 做到biosafe也好 只要做到6000分 单单这个产品 可以得到额外的 多给的 1200块的产品 做到8000分的话 可以得到 1800块的产品 做到 10000分的话 可以得到多少 2500 2500的额外产品 如果今天 你做到10000分 可以得到2500的 这个额外产品之外 你的marketing plan 里面的收入 有多少 不知道 ok 4000啊 加上2500 就6500 大概7000 哎 各位 你们是多创的 你知道吗 原本做10000 只能3000多 4800 如果你10000分里面 有这一个 不是 DX DX DX啊 美容产品啊 我没有incentive 你知道吗 多少 多少 做6000分可以得到多少 每个眼睛这样 6000分 还不知道多少 但是一定有A plan A 对不对 做到10千分 又加plan B 对不对 各位 这就是Icon 给予你们更多的好处啊 所以大家要抓紧 把握这个时机 现在 主流是什么 你就要快点去卖这些产品 来增加你的收入之外 同时能够开放更多的这一方面的市场 就是更多的顾客引进来 去用我们的东西 同时能够抓紧更多的收入 同时又能够引起内蒙古和北京的 campaign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进入主流 跟着大队去走 所以Icon给出的这些incentive 都是来协助 来推动 来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要自己知道大了 我们还要怎么样 快点告诉下线 就好像主演讲打电话 哎呦 快点告诉下线 哎呦 现在有这样的incentive了 有这样的好处了 要增多一点钱吗 快点来 这个就是来协助你的下线 你刚才在写 在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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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各位 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懂得 重点在哪里 要跟着重点去做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还要去了解marketing plan 我相信在这里很多人都不懂得 marketing plan的payout 还要知道了 但是真正的计算起来 好多人还不很了解 所以有机会的话 你们真的快点找你们那些 懂得marketing plan的上线 请他们来协助你们 教导你们如何去计算这个marketing plan 不然的话 你们可能 就因为不懂marketing plan 你少中了可能三千五千 可能是十千二十千的 marketing plan是真正的让你能够赚大钱的一个计划 但是因为你不懂得这个计划 所以你没有心情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 各位很重要的marketing plan是我们现在做爱康 要懂得如何去分享机会的最重要的一个要讲解的一样东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呢 能够快快的把你们的这个要学的东西学上来 然后最重要回去之前呢 还没有回去还没有到家里 你一到家里什么都会忘记了的啦 所以还没有回到家之前 在机场也好 在机上也好 把你在今年里面 要达到的这一个目标 这个love11的目标要达到的 快点把它定出来 就是为你们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好不好各位 好啦 大家好像是要睡觉了喔 我看到有一些人的眼睛已经关起来了喔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 要不要成功 要 要成功啊怎么样 要成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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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睡觉 没有睡觉 果然没有睡觉 好啦 在还没有回去之前 我想啊 大家都应该给自己一个激励了 给自己一个爱康欢呼 127 不够激励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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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不要知道自己不能成功到底在哪裡 是因為你啊那個力度還不夠你知道嗎 那熱誠還不夠 那力量還不夠 其實你所講的東西呢 是跟你的身體也有關係的 所以在哪裡都好 但是要清楚提醒自己 只要你自己的喊助聲越大 你的力量就越過 可以嗎 愛他朋友 一二七 還可以 謝謝 謝謝